O.O.P.O.P.O.P. B.O.P. 骷髅王这盘的话 我觉得就更加应该出A账了 上路被剃到 被火女抓着A 这个位置还差一下 我自己打的时候很多次 我以为封死了 但其实都有一个小手 就差一点点的 光机震晕到 这样的话骷髅王也要消 下路抢服 这里冰魂直接选择了TP 三级牛头 自己的强化独头 没好没办法触发余阵 只能过来抓着这个猴子打一套 神星外边解了一下 下路这里还在装幻象 找到了一波反打 反打剧毒的机会 但是也杀不死 然后这个术士生 蓝猫 经济是真的被压有点多 红女这波选择过来帮忙了 塔下又TP 是一个牛头 过来给板 强化独头触发余阵吧 但是蓝猫溜了 是的 牛头给板 蓝猫有蓝 技能是不可能把他连死的 回头这个位置 牛头有危险 圣坛又踢人了 圣坛抱陷阱 过来要救牛头杀蓝猫 这波引一打上去两刀 还有最后一刀 真的把蓝猫杀掉 中文的控制爆发都很足 但是被对方高波破误 而且是一个骷髅王 骷髅王这个位置没大招 又要被带走了 他主要下路这波 中路被留了 牛头大招 但是小小给了上了一个山崩 掩护了一手猴子 我们看猴子占据了一个高波 神星百变CD时间好了 被阿托斯阿住 阿托斯又阿住 牛头给板 这个位置给胀气 牛头在这里 巨头还交了大招 火女是把自己的大灵死之间 先甩给牛头 被地狱火卡住 中了生命链接 怎么都死了 神星百变 先往回稍微撤一下 过来继续A塔 这个位置小小还在继续往前冲 但有个圣坛在 圣坛这个位置跳过来 是没有能够被猴女的光金刃晕到 小小给上一个山峰晕到 三个牛头一个走大 要杀这边上来的一个猴子 这拨猴子确实上有点冒进 接下来这个残局的话 蓝猫切入有没有机会 自己的蓝飞得差不多了 是提供了一个灵灯之刃的折射 反正是把小小害死的 猴子本体是不可能上的 是的 要上去之后最多就一欢一 对刚刚这个还是 讲道理 活女三分之一雪没了 还在往前 小小过来先给一个头饰 带着我们看树士后面 有手大招 活女大招是先把牛头给带走 蓝猫切入找后排 找着对面的一个树士 圣子堂是焦了盾 起身之后也再切 再找这边那个活女 蓝猫滚过来 破色光 被冰魂的洞给冻住 这拨拉起给留住 这样的话 小小要跟冰魂塔之后再说 看到了一个冰魂开了绿杖 牛头跳过来跳翼 不打算放这个冰魂走 剧毒接力手 阿托斯克罗王过来砍暴机 自己的幻象在打 牛头40秒还不能买 树士先过来摇了一个巨变 看一下 小小再过来断人 VT2连线找了一套剧毒 蓝猫切过来之后剧毒 放了大招 但蓝猫有BKB 剧毒被抢秒 这样的话 骷髅王第一条命 也是被打了 第二条命 也看也没人能救 树士在后面还没有大招 阿记感觉要一波崩了 开了BKB之后 圣堂折光被秒 不过直接于内选的TP 但是我们看对方数据非常高 还是被带走了 这波我感觉是 阿记的一个指挥的问题 死亡了呀 对的 窝浪和第一时间 就是一直没有大招 然后一个活女 活女是没什么办法 面对一个BKB的骷髅王 蓝猫第一时间浇了盾 起身之后 我们看一下牛头直接跳大 配合圣堂的叔叔 把这个蓝猫给秒了 前面骷髅王再留到一个 小小小小吹风落地 之后是跳走 他自己的吹风 这一盘盒 我感觉就是有点 看到了 小小这个位置在留人 留到了一个骷髅王 给上三包 活女光机 再加上一手板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蓝猫加上一个BKB大胜的切入 树士砸了一手大招 但是活女一个大 打在骷髅王身上 骷髅王第一条命 又是已经快要交了 小丢了一棵树 这残血骷髅王 还是要被猴子 幻象一个给收掉 牛头这个位置跳大 但是大招只大到了一个人 而且活女有一个 后手筐击阵 掩护了一手 蓝猫滚起来之后滚到了 牛头的板上面吃了奶酪 这里蓝猫还是死了 这次蓝猫的切入有点问题 但是正面这个猴子 我们看依然很强势 牛头选择买活 要把这个猴子给逼退 跳过来 影响完全不大吧 这个猴子 撒弹什么抗性套装 有板没 这个板接穿之后 接了板了一点 没接到猴子 猴子其实血量已经很残了 还在打 在对面高地上 一个打五个了呀 因为这一波上高的团 但这个猴子 依然是显得很无敌的样子 是的 但是因为 这个位置好像要死人了 冰空大直接甩死了剧毒 甩死了扑王第一条命 剧毒选择了秒百活了 猫皮可以切入过来 找对方的一个术士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跟一手控制 没有控制 术士秒不掉 选择撤退 而且骷髅王第二条命 也是被猴子给带走 小小这个时候 还在继续往前留人 落地光机阵 术士甩了一手大招 这个位置牛头十七级 我们看两下普攻 直接被带走 打出了暴击海 这波 这波打完 应该是要打击击了 是的 因为这里骷髅王 是买不活的 买活死 包括圣堂前面也是买活的 然后这个牛头 也是买不活的 就基本上没了 这猴子蝴蝶之后 是真的无敌 真的无敌 只要没有牛头大 他是为所欲为的 真身就随便拉到你身上来 现在哪怕是有牛头大 也不太好杀他的 因为他有个抗性道章 只要帮他救一手 活过来了 开个撒旦 就一下子血就满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 阿基是打